新法立刻废了十之八九 基本全废了 也巧啊 刚废了 开封下大雨啊 我怀疑 政侠早在十几天前就打电话给气象局了 知道这几天要下雨 不然我跟你说 这事可能是个巧合 绝对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 真的这个一上去之后十天就下雨 哪有这种事啊 是不是 他可能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但他巧就巧在这个份上了 怎么办吗 刚一废 下雨了 那要再废下去 连人都废掉的话 是不是全国都会下雨啊 那个气象局倒是再说了 好 最糟糕的是 一下雨 这不都高兴吗 第二天 百官都来庆贺上朝的时候 神总很得意 把这图拿出来了 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下雨了 皇上 这雨是我弄来的 你们看看吧 这是正下话的图 我照他的说的做了 下雨了 底下弄糊涂 你哪拨的你 当然下雨是好事啊 可他整个这指导思想就出了问题 哎呀 吕慧卿等人就急了 赶紧跟皇上说 皇上 这雨也就下个一半天的 也就过去了 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降甘霖吗 就是我们费了老大的劲 这几年制定的这些改革变法的举措 这容易吗 你就听一个疯子画了几张图 是不是 说了几句疯话 您就把这法就废了 也太轻而易举了吧 您得想想 围着宋神宗 一边说一边哭 神宗开始看着这下雨挺高兴 后来听了听觉得也是 是不是太冲动了 慢慢的又把这心法恢复 但是其中有几项还是废掉 然后就把这个郑霞治了罪 因为他这个私交马地 伪称是密贱和极贱 这是犯法的行为 就在这坑截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陕西的华山 山崩 其实我估计就是地震 好吗 你看 又是旱灾 又是地震 当时宰相文艳博士皇上得反省反省 现在华山是山崩了 哥们哪天那时候开封要是崩了 你说怎么办 是不是 赶紧得想想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刘民图刚面试不久 一幅长卷又出现在潮草之上 而来世却更加凶猛 那么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风波 王安石和宋神宗还将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呢 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康镇教授 为您讲述和分析 王安石 王安石霸相风波 神宗啊虽然把心法恢复了 但心里头这病是落下了 乌漏偏逢天音语 正在这犹豫呢 山岗崩过 这天上朝遇到一事 简直能把人气死 百官上朝 商量点一般的事 就退朝了 宰相留下来 执政大臣留下来 跟皇上有重要的事谈 这是规矩 好 百官刚一退朝 宰相正要跟 包括王安石正要跟宋神宗说事 突然 有一个建官叫唐君 按级别 他是留不下来的 他突然要求 我要跟皇上奏报 他没有预约 这是反常规的 如果所有人这样的话 会把神宗累死的 你知道吗 他的级别也不够 要求 跟皇上有重大的事情要奏报 神宗说 不用了吧 有事回头再说 明天再说 这今天还有好多事呢 不行 跪到地上 不起来 您不见我不起来 神宗说 行行行 你有什么事要说 说我说的事 跟执政大臣有关 您必须让我说 神宗说行行 你说你说 这位爷搁打袖子里头拿出一长肘来 你知道吗 神宗一看就毛了 您这 您要干嘛 该不过又是一幅流民图吧 拿出一长卷来 展开了准备朗读的 神宗一看 咱今天别读了 行不行 你放下 我保证晚上连夜看 您先回去 别在这弄 我们这说事 不行 皇上我跟您说 我今天说的事全都跟他有关 他 王安石 我要跟他对证 神宗说 还没说话呢 唐军一声抱贺 王安石 你朝前走 我要念我这奏章 王安石没听明白 心说你不是跟皇上说话吗 愣了一下 没走 说你看 当着天子的面 他尚且如此怠慢 在朝廷外面 他不知道怎么飞扬跋扈 这话一说 王安石可吓坏了 赶紧走上几步 就是我听 我听 你赶紧说 就把这轴打开了 就开始念 六十多条罪状 一一的列举 说起来 其实无非是什么 说心法害民 王安石是飞扬跋扈 作福作威 他底下的鹰犬 也跟他一样 把持朝纲 蒙蔽圣上 说王安石对朝廷的官员 就跟奴隶一样的去世 一边读 一边一一的 把今儿再朝的几载上 都在这数落一遍 数落的几个人都挺不好意思的 很尴尬 每说一条 王安石的罪状 就问皇上说 您问问他 我说真的还是假的 您问问他 我说这条是不是对的 神宗一看 这是要搅局 数次逐 咱今儿别说了 行不行 你这意思我都知道 东西放到我这儿 我看 好不好 有话明天再说 不行 我今天不说完 我不会走 当时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谁见过这么跟皇上说话的 这位爷最后说完了以后 指着皇上说 您要是不听我的 不把王安石给罢免了 我告诉你 你这位置你也坐不久 说完了以后 把肘一卷 塞到袖子里 走了 走了之后 没有离开朝廷 直接跑到一小院里头 坐那 等着朝廷惩罚他们 这也是个壮士 神宗等人待在那都傻了 神宗就问王安石说 这怎么回事 王安石说 是个疯子 您不必理会 说的都是疯话 肯定是受人指使 第二天 神宗上朝的时候 跟身边大臣说 昨天的事你听说了吗 大臣说 我知道一些不太详细 神宗说 那是烈火熊熊 你知道吗 太猛了 谁见过这种阵势 这说明什么问题 唐军代表的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是代表了那一个群体 那一个派别的人 白热化的战斗 那就是说 华山也崩了 也发了旱灾了 是不是 涂陷上去之后 皇上费心法中也下雨了 你还不行动 你还不把王安石轰走 行 你不轰他 我直接上朝堂来轰他 我还跟你说 你不听我的 你这位置也差不多了 这也就是在宋代 要是在清朝 要是在朱元璋的时代 是不是 这人早就蒸发了 你说 神宗当时也下不过三十多岁 受这刺激 这是在朝堂上受唐军刺激 回到宫里头也不得安宁 他的母亲是向太后 他的祖母是曹太后 他跟他母亲去给曹太后请安 就是他母的祖母请安 曹太后一见他就说 这王安石不守祖宗法度 老乱改什么改 你赶紧给他轰走 把这新法给废了算了 神宗说 我们这都是干的好事 是不是 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 不是什么坏事 曹太后说 我承认你喜欢王安石 王安石有才学 可是他这个人 得罪人太多 你要真想保全他 对他好 你就先把他从这位置上调走 他惹的人太多了 神宗说 我跟您说 老祖母和朝廷上下真正好好干事的 就他一个人 我真手边没什么帮手 正说着 他的弟弟齐王赵浩 旁边插了一句嘴 咱乃说的有道理 这王安石真不是东西 你还是赶紧把新法废了 神宗一听 咱妈的话我可以 是吧 毕恭毕敬的 我没话说 咱奶的话我也可以 你这给我起什么哄的 这是有原因的 有一次他们一块打球 赌输赢 神宗说 我输了 这条玉带给你 赵浩说 哥 玉带我不要 你要是输了 就把清苗法给废了 今天就是当着这个面 他又说这个 神宗一听说 好 是我把国家搞坏了 你来做 这话非常严重 赵浩当时就吓得 扑通就跪到地上 说 我就说了一句这话 何至于此呢 是吧 就全乱套了 这时候他母亲向太后 哭着说 你可别再变法了 王安石是个祸害 咱别弄这事了 行不行 你说神宗神经不神经 搁谁都得神经啊 是不是 又是山崩地裂的 又是旱灾 又是上流民图 又上来个疯子 跟你说半天 说你做不了多久了 回到家里头 从他老妈 从他奶奶 从他弟弟 就合着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 这时候啊 对外关系也出现问题 齐丹王朝 因为知道王安石变法 害怕国家强大 强大了之后 他就无法控制这个局面 所以他要求重新划定边界 我们知道这是软肋 北宋王朝最怕的就是这个 天天给点吃的 给点喝的 给点钱 这才能养得住这点和平 这齐丹朝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于北宋王朝来说 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改革变法不但受到了内外的夹击 就连宰相本人也开始受到直接的攻击 王安石在元小节陪同皇帝看灯时 被普通卫士从马上轰下来 他的马和随从也同时被挡伤 在王安石看来 小小的卫士都胆敢对他这个宰相无礼 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势力 而对于这些卫士不了了之的处理 更让王安石感到问问 那么身居相位的王安石 又会如何应对呢 王安石不上朝了 称病在家 给皇上写了封信 写了奏章 说我不想干了 我身体很差 我得养育